三級開設以後 我們的消防局長就作證在應兵中心 然後他有問題 當然會跟我講 倒是到這個貪荒以後 就是說我們要決定要不要連夜打通 至於其他到現在台北市 我們還沒有傳出傷亡 而且到8點到水 那個雨就開始減款 他們可以應付就自己應付 需要我做決策我才出來 我理論壓力 今天這個還不到一級開設 我們只有三級開設 都還沒進到二級 所以我還是一樣 到SOP走 平常要訓練好 要準備好 一旦作戰的時候 要相信自己的作戰部隊 我認為我八年當中 建立起來的防災體系相當頑固 特別是對付台風跟槍降雨 因為這是比較常見的災害 我們到完全SOP 平常不準備啦 不訓練好 有災害的時候 再把災害用邊周星 大呼嚇有叫耍官非 還順便要沒回別人 沒有什麼用 那一級開設才要全府 進入災害用邊周星 通常到二級開設的時候 大概在復密書廠 這個table就解決掉了 想降雨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還是這樣 水閘門要該關 那有一定的SOP 不過一般我們那個水閘門 都會設計 設計那個地方可以滑坡上 因為水門一定要關了 所以如果要讓水閘門關了以後 你要月提就一定要經過 那月提的提道進來 那沒辦法 總不能天災美漾 都要叫國家負責 我們看過啦 我已經下令了 明天八點以前 會全部把它打通 就連夜趕工了 所以會開始掉機器 所以等一下我們 一測掉這個 路面要空出來 大型機器要進來了 要相信制度 不要 不要 我們每次 我們在台灣就是這樣 作秀都一定要作秀 裝給人家看 我才不要 寶貝 浪 螢 的是 明天 寶貝